当马苦旋 那奋力一拳杂到 年轻男子 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重重的摔在街上后 身体微微超畜 没有半点挣扎起身的迹象 一拳之后 双脚落地的马苦旋 刚好与年轻女子 并肩而立 马苦旋身形一宁 左手闪电的 挥向女子的脖颈 比她个头 还要高出半个脑袋的 修行女子 胖然一声 就被少年这一臂 砸得扑倒在地 女子脑袋 轰然撞在泥泞地面上 马苦旋伸出一只脚 踩在女子的额头上 凝视着那张 晕乎乎的脸庞 她弯腰低头 用雅言观话说道 我知道凶手不在小镇了 但是没关系 我自己可以查 容颜极好的年轻女子 眼眶满是血色 鼻子耳朵都渗出血色 满脸惊恐的 望着居高临下的 有黑少年 少年脸色正硬 我马骨旋 坏了你的修道心境 你之后报复 就算把我乱刀砍死 我认命就是 绝不怨恨你 甚至哪怕你报仇不成 我心情好的话 还会放过你 愿意陪你多玩几次 在我看来 世道就该是这么清清爽爽 这女子估计是 自家宗门的天之骄子 哪见识过这种场面呢 吓得她梨花带雨 估计连凶神恶煞的少年 说了什么她都记不清 只是一味地求饶 放过我 求你放过我 你奶奶不是我杀的 我一点都不知情 少年逐渐加重脚底板的力道 把女子脑袋内侧 缓缓地压入泥泞当中 你知道 我最恨你们什么吗 是遭你之后 还能这么不当回事 半点愧疚也没有 半点也没有啊 少年言语带着哭腔 眼神呆 那女子艰难地伸出手 抱住马苦玄的脚踝 眼神满是哀怜祈求之色 放过我 我爷爷是海巢铁骑的统帅 我是他最疼爱的孙女 我可以赔偿你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 少年皮笑肉不笑地说 哦 这么巧 我是我奶奶马兰花的孙子 少年突然抬起脚些许 然后鞋底板子 在女子精致的脸颊上擦了擦 海巢铁骑是吧 等着 我陪你们慢慢玩 少年收起脚 分别扭头 看了看左右两个方向 左手边 真武山男子 站在远处 复健而立 右手边 有一位撑着油纸伞的 儒雅公子哥 站在倒地不起的可怜虫身边 望向马苦璇 马苦璇的直觉告诉自己 那个撑伞的家伙 其实就在等自己杀了脚边的女子 马苦璇突然蹲下身 那个女子试图逃避 被浑身湿漉漉的少年一把 按住脖子 在女子不敢动弹之后 少年松开手 用手掌一下一下地 拍打着女子的脸颊 记住喽 我叫马苦璇 以后我一定会去找你 还有那个不在小镇的家伙 你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他 要不然 我们的关系 也不会这么好 马苦璇最后啊 吐了一口唾沫 在那女子脸上 少年起身 走向真武山男子 低声问 那人是谁啊 剑修担人道 是儒家七十二书院之一 观湖书院的未来山主 叫崔明皇 身世显赫 这次也是来取回押圣之物 城府很深 以后要小心 如果没有意外 你已经被他盯上了 马苦璇皱着眉 这个人 跟学术齐先生给人的感觉 很不一样 剑修 剑修 哑然失笑 你以为 有几个读书人 能够向 齐先生这般 恪守本心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解释说 外界都传 齐先生 在他恩师败落之后 境界跌落 心境破碎 所以才答应 被贬折到 这座小天地 虽然时时刻刻 承受天道 威压的侵蚀 可是能够 为所欲为 我看哪 未必 马苦璇对这些 可不感兴趣 他转头望去 看到那个撑伞男子 蹲在女子身边 应该是在 好言安慰 马苦璇收回视线 与父见男子 并肩而行 少年脚步沉重 返回杏花巷 男子开口说 你身体受伤不轻 千万别留下暗急 否则会妨碍 以后的休息 马苦璇伸手 抹去脸上的雨水 突然问 我们这座小镇 对那些外来人来说 算什么 就像小镇外的那条小溪吧 鱼龙混杂 有不过膝盖的浅水滩 也有深不见底的深水滩 以前外乡人 来此历练寻宝 淹死过人吧 剑修笑了笑 以前几乎不会 多是和气生财 皆大欢喜 这一次是例外 却说杨家铺子 有位英气少女 背着少年快步跨过门槛 对一位中年店伙计问 杨老先生在不在 那人眼见少女 气度不凡 不敢怠慢 点点头 在后院刚收拾完药材 你们有事啊 少女点头沉声说 我们跟杨老头熟悉 要跟她求一副药 伙计犹豫片刻 没有纠缠 领着他们来到后院正屋 一位老人呢 正在用老烟杆子 轻轻地磕着桌面 屋子角落 远远地站着一位邋遢汉子 正是小镇东边的看门人 光棍 郑大峰 可能是一物降一物 这郑大峰碰上了杨老头 便是大气都不敢喘的模样 再无平时 油滑无赖的欠打德行了 杨老头挥了挥烟杆子 郑大峰赶紧就溜出屋子 带着电伙计一起离开了 杨老头望着少女背后的熟悉少年 陈平安 陈平安此时嘴唇发白 浑身颤抖 双手几乎是拼死还住少女的脖子 杨老头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 一手附后 一手持着烟杆 来到了少女身前 与少年对视 他沙哑道 与你说过多少次了 越是命见福薄 就越要惜命惜福 怎么 稍稍遇到一些挫折 就要死要活 那你当初不跟着你娘亲一起走 岂不是更省事一些啊 你姚师傅是对的 他生贤总念叨着 三岁看老三岁看老 你是个活不长久的 哪怕教了你好手艺 真功夫也是浪费 一样要早早地丢到土里去 宁瑶瑶 目瞪口呆啊 在他印象之中 杨老头应该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 成天笑咪咪的 谁曾想是这么个尖酸刻薄的老头子 老人讥讽道 是不是很疼啊 陈平安微微点头 可早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当时在少女背后醒来后 大概是要笑退去 其实当时就已经开始发作 只是陈平安觉得可以撑一撑 等到宁瑶背着他到廊桥附近 他知道是如何也撑不下去了 于是宁瑶甚至顾不得 取回西边道路中的那柄刀 就赶紧背着他 赶往杨家铺子 老人笑嘻嘻的说 疼啊 那就乖乖受着 然后老人撇练宁瑶 没好气的说 让他自己坐在长腾上 老人随即嘀咕着 谁个小娘们背着 也不嫌客着 宁瑶强忍住怒意 小心翼翼让陈平安坐在长凳上 只是他刚一放手 少年就摇摇欲坠 宁瑶刚要伸手去搀扶 少年虽然口不能言 仍是眼神示意 不用他帮忙 老人抽了一口自制汗烟 看着少年的身体和气象 他嘖嘖道 真是个名副其实的破落户了 好嘛 问心无愧倒是问心无愧了 老人根本对少年的刺骨疼痛 无动于衷 刘县阳是什么好命啊 你是什么贱命啊 这么多年了心里没个数 他死一次 差不多都够你死十次了 知道不 宁瑶实在是受不了 这老头子阴阳怪气的话了 他沉声说 阳老先生 能不能先帮陈平安止痛 老人身行鱼履 转头斜眼看着少女 云淡风轻的说了一句 你男人哪 宁瑶怒目相向 老人不再理睬少女 转回头来看着少年 老人自顾自的陷入沉思 最后老人撇了撇嘴 叹了口气 用老烟杆子在陈平安间 投生一点 手臂和腿上啊 也各点了两下 刹那之间 少年以侧卧之姿 手肘抵住脑袋 卧在长凳之上 老人轻贺一声 睡去 陈平安瞬间闭眼睡去 立即酣声如雷 氏